大家好,我们继续讲《金刚经》第25品《话无所划分》 屈菩提,于阴河,如等,入物位,如来作诗念,我当度众生,屈菩提莫作诗念。何以过? 时无有众生,如来度者,若有众生,如来度者,如来则,有我人众生受者。 徐菩提,如来说,有我者,则非有我,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徐菩提,凡夫者,如来说,非凡夫。 那么,释迦牟尼接着跟徐菩提说,徐菩提啊,你怎么看呢? 你们,如等啊,就你们啊,誤为不要说,如来作诗念,如来啊,这么啊,有这样的想法。什么样的想法呢? 就是,我应当去,啊,度化众生。啊,徐菩提啊,嗯,不要有这种想法。 那么,是跟徐菩提讲说,啊,你,呃,不要犹豫说,啊,如来,呃,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,他要去度化众生。 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呢? 因为在如来看来,十五众生有如来度者。就是,如来就是指自己的真心本性啊,从自己真心本性的角度去看。 啊,从这个佛的角度去看。那么,如来没这种想法,如来也没有觉着啊,有众生啊,是入来去度化的。 什么叫度化呢?就是去引导他,啊,去明白这个见到自性啊,见到真理真相,见到佛法。 那么,这就叫度化。就是去分享信息,至于你度不度化的了,谁都度化不了任何人。 实际上就是说,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任何人,除非那个人要改变。 你表面上看,可能是你,呃,改变了,但实际上呢,他自己不改变,你怎么都改变不了他。 就是说,你度化也好,更是如此。谁能度化谁,谁也度化不了谁。 他如果想自度,呃,那自然就度化了。所以这个,这是一方面的事情。 另外一方面的事情就是说,从这个度化的角度去讲,就是跟众生分享,啊,引导啊,去见自性和真理真相呢,这个,入来,真心本性。 嗯,那么,他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 根本就没有众生,就说,啊,我去这个,这个,度化的。 我做的呢,只是,这个,按照我的真心本性,我觉得我应该去做。 我也知道一些,看到一些现象,啊,理解到一些道理。 那么,我就去跟大家分享,啊,那么这是我应该做的。 我不是说,想去度化,大伙怎么回事,啊,想去啊,有极什么功德。 我就觉得,我就应该做,有这种,呃,都是人嘛,啊,大家就应该相互帮助。 哎,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,大家都一样,相互挟持走,走完人生这段道路。 那么,那就是我应该做的,我不是说想去度化谁。 那么,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说,若有众生,如来度者。 那么,如来,则有我人众生受者。 如果,如来,认为,啊,有众生是我度化的。 你看没有,我教导他,我去跟他分享信息的,啊,我把他改变的。 我叫他,弃恶从善的。 我叫他,这个,这个,平等待人的。 我叫他,不有高下,无我人众生受者。 像,啊,是我叫他叫他。 不是,就是说,你看看,是我的功德一份。 你看我,呃,呃,多伟大。 我,呃,那个,或者是说,哎,呃,根据这个法法要求啊。 有好东西啊,就应该去跟大家去分享。 就应该把真理真相告诉大家。 那就是,要不做,那不,不符合法法的。 那么,呃,这个,按照法法要求,我要去,呃,啊,平等对待众生。 无有高下,啊,无所助而生其心。 哎,那么我,呃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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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呃,确实有点委屈。 但是呢,那是法法要求,没办法。 那么,我,呃,呃,正好按法法来要求来做。 那么,就度化众生啊。 我度了多少多少众生,我盖了多少庙。 我,呵呵,和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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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母帝寺的,我供养了多少僧。 啊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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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个放了多少僧,我画了多少圆,我等等等等等等。 这个,那个,那你啊,入来。 那么,这样的入来,就是这样的这个自性,啊,还是由我,呃,跟别人。 我跟,啊,众生之间是有区别的不一样。 你看我伟大,众生都渺小凡夫啊。 那么,我老,哦,我,这个,这个,这个,认识的真理多。 你小,你不认识真理啊。 我小,我有光明的未来。 我,那美食被污染,你老了,你都不行了。 等等,你是有这种想法的。 你,所以你才,啊,觉着众生是你渡的。 你,还是,没有,这无我人众生受着。 实际上,你还是有,这个,呃,有我人众生受着。 就是,你还有区别,还有不平等,还有这个,高下,呃,还有心所住,啊,生心。 那么,等等,这些,那你就不是佛,你怎么会是入来呢? 那么,接着,这个,释迦摩尼说,啊,徐普提如来说,如来就是,啊,说,释迦摩尼说也好,佛也说也好,自己真心本性说也好。 有我者,则非有我,而凡夫之人,以为有我。 那,有我者,那么,呃,所谓的有我的这种说法,呃,在入来看来,真正的佛的境界看来,无上正能正觉的角度去看,根本就没有一个,就是,自我。 我跟大家都一样,啊,不是说我不存在,那么,而凡夫之人,以为有我,而凡夫嘛,被物质利益,物质滚滚红尘所,这个,呃,饶动,啊,那,当然,以为有我。 那么,入来只能这么说,那么,有我,从入来的角度是没有我,那么,从正正的角度,就是,啊,有我,从凡夫之人,有我,所以,那么,所谓的X,非X,呃,X这种说法,那是简线的,那么,在这,啊,用释迦摩尼的话,套用一下,啊,X,则非X,凡夫之人,以为X。 你,希望这,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,那么,你,这个,这个角度不同,境界不同,所以就,啊,X,啊,这非X,而凡夫之人,X,这非X,是指着是入来,来看,是非X,那么,这个有没有我呢,你,好多人,呃,也是,我跟一些朋友也分享过,就说,有没有我,呃, 好多人说,我,呀,确确实实,你找不到自己,但不是自己不存在,所以他,好多人说,无我就是自己不存在,那是不对的,那么,无我实际上也确确实是如此,任何一个人都感觉到有一个我的存在,这是个是真实的,他确实感觉自己就是存在,你说你没感觉到存在吗,这肯定感觉到自己存在,但是自己找不到自己,那不是说自己是不存在,你找不到,不是说没有啊,我们确实找不到,我们找到的一切就是,你比如说,我, 我的肉身,你说在意外,那最多就是认为我的肉身是我了吧,那么,那我也找不到我,我在哪里,我也找不到,对不对,任何一个人都找不到,怎么说呢,你,我的皮肤,我的头发,我的耳朵,我的眼睛,我的嘴,我的骨骼,我的肌肉,我的心脏,我的内脏,我的手,我的脚,我的,我的,我的,一切都是我的,那我在哪呢? 好多人是找不到的,找不到,根本没有,我确实没有,没有,但是你感觉到自己存在,你没感觉到自己存在吗,那还是有我,有我这是个真心,我们找不到,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自己的真心,见到自己真心,你就能找到,这个我可以很不得人告诉大家,不是不存在,后面, 释迦牟尼也会讲,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入来,他根本就没到这个物质世界来,你在这物质世界当中,肯定找不到,但是你能感觉到,感觉到,感觉到你自己存在,这是,规则就这么跟我们讲的,哎,你有没有,有,你感觉得到,存不存在,存在,能不能找到,找不到,为什么找不到,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就找,找不到的,那非物质世界,我们能不能去呢,现在还不能去, 那实际上呢,现在让我们来说,就是我们那个我,我们感觉到的那个,我的存在,存在的我在非物质世界,其实也不是在非物质世界,也是在非物质和我们这个物质世界,之外,那第三地方,那后面呢,释迦牟尼会跟大家去分享,所以呢,就说,这也是,就是套用的,这个,有公式,X,再入来看来,就非X, 哎,在凡夫看来,就是X,就这么个意思,X,非X,X,就是,实际上,再怎么反过来,就是这个意思,没有别的意思,那么,他,进一步,那么,又,同等,你,你都理解了,你怎么说都行,你比如说,他就接着讲了,薛夫迪,凡夫者如来说,这非凡夫,那凡夫呢,凡夫看到的所谓的凡夫,或者谁所谓的凡夫,那么,凡夫这个概念,在如来来看来,那是, 根本就不是凡夫,那都是佛呀,但是在凡夫看来,都是凡夫,就是如此,这就是说,啊,凡夫者,则非凡夫,啊,而凡夫之人,以为是凡夫,啊,就是这么,其实很简单,没有说,弄得那么玄妙,非得把佛法讲的,啊,这个金刚经讲的那么玄妙,啊,那么,玄乎,不可理解,深不可测,才是佛法, 那不是的,法法是实实在在的,很简单的,啊,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,就是你没有差别平等,你认识到这一点,自己本性,你把自己和别人统统都看作是一体的,一样的,啊,我就是大家,大家就是我,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也是为自己,人人为我,人人也是为他们自己,就认识到这一点, 我们也不认识到这一点,什么功德,什么东西,啊,我们就找到自信,我们就看清一切,所以呢,话无所话,你,说,度话根本就没有所什么度话,为什么,那是真心本性,我就是想帮助大家,你自己,能回家了,有什么意义呢,那大家都是一样的吗,你自己回家和大家回家是一样的,但是你还有好多都卡在这里头,那帮助大家一起回去,那才是说,就是不要,是帮助自己, 我们原来就是一体的,所以这些东西等以后慢慢就跟大家分享,好,呃,这一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,谢谢大家